还要再来关心的是疫苗施打的进度 第12轮的公费疫苗第一阶段开放预约 不过这被说是史上最复杂的一轮 原因是因为这次有好多人 人数是最多的 而且就是种类上面也是最多的 今天早上10点开放是38岁以上的对象 可以预约AZ的第二季 但是就有民众用手机预约 等了十几分钟这才完成 而今天的乱象不只是系统卡卡的 还有就是下午2点又要开放下一轮 55岁以上的民众来预约莫德纳第二季 年纪大的长辈有点搞不太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预约 但是昨天开放BNT第一季的预约 台北市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全数额满 因此又紧急再加开了5个接种站 还增加了4、5万个名额 但是第12轮疫苗预约这么复杂 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也炮红中央 很抱歉这位先生 我们要7月30接种第一季 也是8月5号接种的 时尚最复杂的第12轮疫苗第一阶段 开放预约 AZ疫苗第二季在19号上午10点开放 旧民众布萨萨搞不清楚开放对象 跑到李明办公室要里长帮忙预约 而让人搞不清楚的还有 同一天下午2点又要开放莫德纳 55岁以上对象第二季预约 也有张者搞不清楚时间 不过预约系统一早开放 量能开的有问题明明北市一轮量能 只有21万中央却叫41万人来预约 在第一阶段里面会预约不到 可是到了第二阶段我们的量能是26万多 他只有通知18万多 我们现在大概有排了一些公务的点 23号起大概那五六天 我们大概也帮他准备了45000的一个400的量能 中央地方都想拼打疫苗 但双方却为了量能和政策苦苦相逼 或许最后最苦的还是民众 华新闻经线张道勇他报导